桌球室的性質是一個娛樂場所 也可以是一個餐飲的廚所 不排除在餐飲廚所或者娛樂廚所比較混合的地方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長時間逃流的情況之下 拉下口罩去增加了特念的風險 要看看廚所到底那個通氣系統是怎樣 是不是跟著過往的食肆要求做得那麼妥善呢 如果拉下口罩的時候 特別是長時間逃流 就算是稍稍遠距離一點點 就是超過兩米距離 都絕對可以感染到病毒 就算大家沒有互動也好 當區如果大量的病人較高的時候 可能是有少量的病人帶有大量的病毒 或者是大量的病人帶有少量的病毒 變成了兩者來說 都是會有過全部的風險 但是我們看回現在的數據來說 比如最近那個實質的有效的繁殖率 相對來說都還是少過一的 雖然說自從那個四月尾放寬了 有一個措施之後 那個數字是慢慢有上升的趨勢 但是暫時就沒有去到一個超過一的水平 就是告訴我們 未必有一個很大的爆發 比如說第六波馬上會來臨 也都是代表我們未必那麼容易 可以折斷的傳播鏈 或者仍然是會有一些群組爆發出現到 各種更多根據 歐洲就說 感谢观看